大家好,歡迎收聽Biliba Bible 首先講起香港政府發電視牌 現在在香港都說到慶合合 我自己都萬人齊撐,都來支持一下魔童 支持魔童的原因很簡單 最主要有兩個,看到它放了很多時間心 也很期待,除了TVB那些公式化的,也很無聊 我已經近十年沒有看的劇集之外 也很期待它可以有好一點的製作 以前八年代我們香港的製作 是真的風魔整個中國和東南亞 甚至乎日本的 那些人還記得上海灘,蛇雕雄轉 那些不懂廣東話的國語人 他們都會盡量用模仿廣東話來唱這歌 那現在就是彩料有美 那究竟是香港的製作人低能了,水準差了 還是整個制度一台獨大,令所有東西僵化了呢 那我相信是後者的 那現在有人願意來製作一些比較好,特色一點點的節目 其實是值得鼓勵的 那無奈,基於很多不同的原因,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不批了 那另外一個情意就是和長度電話費有關 那當年加拿大這樣打長度電話回去香港 那跟我媽媽談電話的話,就要很貴的 那我印象之中是兩元一分鐘的低能 那但是就是因為那個魔童變變地態 這樣將價格無緣無故壓到好像兩個半指 那於是就迫著其他人狂減價 那於是現在就蠻先的 那如果不是他的話 我相信加拿大是一個超級電信壟斷的城市 或者國家 那現在我們的電線費也是超貴的 Wireless那些費用也是超貴的 那比全世界都貴 那就是因為魔童離開了 那我不知道魔童會不會回來 那如果他因為香港電視不行 那又回來的時候 那麻煩幫我弄死Wordgers Bell這些壟斷的地方 令到我們的長度電話費 還有手提電話費又可以便宜一點 那真的好得無比 那就是Data Plan 那Anyway 那說回這個雅國書 那我想看他的醜樣子 今天都說不完 至少我希望下一次都會有個總結 那 那 江國書 那 其中一點 我覺得值得說回的就是 其實我那個 summary 上次那裏 沒有說到 但是寫了出來 那 談到忍耐的時候 就是忍耐主吏 那 其中一點就是 好像農夫一樣 那這個是 調到那個 Out of control 的 你忍耐,也提到這個例子,其實是很好的 提到農夫等收割,即是沒有的話他會死 就等於我們等出糧 有一個被動性,是要望天打掛 但同一時間他有一個主動性,就是他會很努力去做 他知道什麼時候要禁止,什麼時候是需要找 第二樣,他提供一個原因,就是主要已經禁止 主要已經禁止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其中一件事,就是不要被錢埋怨 最近看這個星期日檔案的啦啦隊 就是說他們整班其實做出來,你都知道不是太有結果 人家都是當你活動報警版 但他們都很努力去付出 但是在過程當中,你可能就會看到他們互相埋怨 因為你又跳得不夠高啊,你不夠用力啊 為什麼大型的組合做得不好是因為誰是誰 其實很容易的 但是約翰提醒一件事就是 忍耐不單是我們個人性的,是群體性的 然後第三樣就是約伯的例子 他就說到那個,你回顧前或展望將來的時候 忍耐不是白白地忍耐就不知做什麼 只有一個格子 而是他說忍耐是會有賞賜的 有神的憐憫和慈悲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鼓舞 我不知道魔童會不會忍耐得到 也會不會忍耐能夠成功 我們把忍耐的盼望放在神那裡 我相信會OK的 但是忍耐放在香港政府上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菲律賓人治事件,他什麼都做不到 他向人施壓的時候 我不會覺得他們是人道立場 我覺得他們是畏首未未多 發牌又不用想 他們沒有任何政治考慮 亦都不敢有任何政治的動作 不如這樣說 所以最好不動 我們繼續說下去 十二節開始 約翰再提供多一些例子 在忍耐過程當中 為何不互插 為何真正的忍耐呢 其中一件事是說 不要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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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你們落在十五倍之下 其實 基督徒現在很避忌 起勢 但是我們經常很喜歡納資 有很多人覺得納資不同於起勢 所以年年 報道會 或者退休會 都喜歡納資 他們不會起勢 但實際上 你看到那個意思 以及 其實起勢和納資 其實都沒有分別 只是個詞不同了 就等於警察和公安 其實現在都沒有什麼分別 那 起勢 就 你就說 我世神祕願 一定要做到某些事情 然後 就怎樣怎樣怎樣 那 那 你跟納資有什麼分別 納資就是 你一定要做某些事情 對吧 還有 起勢 你是通常向神 承認自己的 你 納資 又是一樣 對吧 所以基本上是同一件事 那是否代表我們不要納資 其實 聖經似乎也是這樣的 你做到就是做到 不做到就是不做到 即是你 其中一個條件就是你納了資 你就一定要做到 如果不是你就不要納 這就是聖經的其中一個教導 如果不是 為什麼會落在審判當中 因為 其實 納資 需要 你去 負責 不是 下巴 輕輕 那你就會被人審判 對吧 或者我們值得去自己審判自己 我自己 個人來說 都會納資 你可以當我是起勢 那 我 今年來說 我幾個納資 現在都 做到 大半 但是 都 不是全部做得到的 那 都值得提醒 那 有時候有計劃是好的 那 但是不是 需要 立志 事成癖遠 一定要做到呢 那 那 最後 就落在審判之中 這個 正經提醒我們 就聰明一點 做人 不要overpromise 如果不是 就很醜 這個是其中一個教導 忍耐其實都需要的 你有多少東西可以 世神悲願 overpromise 那 如果你overpromise 最後失敗了的時候 那 其實是 你自己的忍耐 那 Anyway move on 十三節 他就說到 對於一些受苦的人 那 我們怎樣呢 我們就 即 應該祈禱 他應該祈禱 我們應該為他祈禱 他就不是 你受苦的人 就應該喜樂 這樣 就是說 你喜樂的時候 就應該唱歌 讚美神 但是你受苦的時候 就不是 至少阿閣不是教你 凡事借恩 你死老爸都要借恩 即是 不是這樣 人性化的 即是我們現在的基督徒 就是 很倡道這種 屬靈乘操 那種生命 即是 如果 被人 殺了 那你就 仍然去感恩 我罪不在他 我原諒他 那些 但是比較practical 你真的去忍耐 就 你祈禱 當中有病的 他就說 應該請教會獎勵 奉主的名 為他祷告 那就是 這個探訪的工作 其實 我覺得 不只是說 一個病人 而是說 其他 在教會裏的人 如果有人 有病 有跌倒的時候 我們 願不願意 奉主的名 去關心他呢 那 這個就是一個 practical 的一個 互相 來幫助 的一個 忍耐 的一個 行為 然後 他就 回應 剛才這個 受苦的討告 和病的討告 他說 出於信心的祈禱 要救這個病人 主要叫他起來 如果犯罪的話 就必蒙 射臉 有時候 病或者 受苦 都可以是 因為犯罪 真是 抵死 但是 在神裡 我們 永遠都有一個 重新開始的 機會 這樣 不單止是向神認罪 而且是 我們給此認罪 做錯了 就說對不起 這個是最快 可以解決一個問題 最快能夠 令到大家都 不會 免了 的一個 方式 當然 倒了歉 不代表 不需要賠償 我個人覺得 如果有東西 要賠償 就應該賠償 再加 道歉 真真正正 才能把傷痕 大部分消除 很難說是全部 令到我們 能夠得到 醫治 這個醫治 我相信 不單是病 因為他提到罪 這就是 互相心靈 不會有一條 刺 我相信 在說這 除了信心之外 他也說到 二人的祈禱 是大有功效的 他提到二人的時候 下面有解釋 上面也有解釋 其實 什麼叫二人 聖經裡有說到 或者雅各書 應該用 就是那個 看過患難中的 孤兒寡婦 他真的會 practically 走出來 那些叫二人 那些才是 真真正正 敬虔的人 而那些人 會做些什麼 他就是 在別人生病的時候 他會去探訪 仇苦的時候 他會向他祈禱 喜樂的時候 他會嘻嘻嘻嘻 唱出來 感謝神 他不會 真的 下巴輕輕地 去overpromise 或者overcommit 某些事情 他說做到 就做到 做不到 他會跟你說 我真的做不到 或者我認識的時候 我真的告訴你 認識 我不會秘技地告訴你 但是 不認識的時候 他會懂得說 I don't know 或者如果 有意見不同的時候 他會 去聆聽 我覺得這個是 其中一些 異人的表現 他就說 這樣的人 的祈禱 是大有功效的 不然 你也不會聽他 對嗎 何方神 神聖這麼多 他特別提到下面 就是一個 以利亞 以利亞 他提到幾樣 他的事跡 他祈禱 求不要下雨 他真的沒有下雨 他祈禱 求下雨 真的下雨 和地 再重新出產 地重新出產 和下雨 這件事 我自己 至少會這樣想 就回到第七節 那個隱愛的農夫 但是他特別提到一件事 就是 以利亞 我們會覺得 他真的比較熟靈 我們真的比較熟靈 我們通常都是這樣看的 當我們要 逃避 不去做神上 我們做的事的時候 但是 聖經裡面說到 就是 或者自從雅各相信 以利亞 是和我們一樣 聖情的人 那 怎樣能夠去理解 什麼為之一樣 聖情的人 會不會是說 他都需要 他很衝動 他羅騰樹下求死 什麼 我覺得 我遲些說 獵王記的時候 希望再分享多些 但我相信 這個聖情一樣 是說他們 他遇到的 situation 和他的 response 他遇到的 situation 是一個邪惡的世代 他遇到的是 一些屬耶穫的人 會被屬巴力的人 排制 而他願意堅持 到底 他說到 如果巴力是神的話 就跟從巴力 如果耶穫是神的話 就跟從耶穫 但是 以利亞的名字 本身就是 耶穫是我的神 意思就是說 伊利亞的神 也就是 耶穫是神 的神 即是 有點懶惰的感覺 假如是這樣的時候 他在那個situation裡 他忍耐了 他依靠了神 三年零六個月 以至到他最後能夠得勝 他最後得到 春雨秋雨 而現在我們是怎樣祈求神的呢 我們要像農夫等秋雨春雨 像以利亞一樣 引來三年零六個月 等候神光雨在大地上 以至到全地都能夠得救 在當時 以至到全地都能夠重新有出產 說到這件事 那麼我們的祈禱 會不會像這個農夫 以及會不會像以利亞一樣呢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是一個帶有行動性的 一個回應 亦都帶有行動性的一個堅持到底 以靠神 那麼跟著就是阿閣再說 十九次 他說你們中間有失微真道的人 其中一個practical的東西 是使他回轉 不是踢他去地獄 不是鬧臭他那麼簡單 而是說 使一個靈魂不死 其實是遮掩了很多罪 如果一個人仍然都不回轉 像蘇錦良、陳茂波那些人 如果我們可以 不是更加肉死撐的話 他們是好的弟兄 我們繼續撐他 繼續投他一票 而是真的能夠令到這幫人回轉 其實真的可以遮掩很多罪 至少他們不會繼續犯罪 至少他們不會繼續犯罪 在這裏被人罵 以及令到我們 這個信仰蒙收 這樣 唉 sorry 真是很激烈 所以 暫時都要繼續抽他們的水 但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其實都滿有提醒性 我們很多時候會給錢埋怨 給錢來攻擊 但是 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 即是我們去 即是你們 我不是伊利亞 我只是想罵他 但是 對於一個教會裡的弟兄 即是你熟悉 你對他真的能夠有影響力 你真的可以關心到他的人 他迷失了的時候 是應該帶他回轉的 快要20分鐘 不說了 下次再跟大家說一個總結 多謝大家收聽 BiliBala敗寶博 好